大家好,欢迎收看全日,总结,我是李维仪 跟大家看看内地和香港股市的收市情况 看到内地股市是受压的 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238点跌24点 新型成分指数收报11912点跌141点 护心300指数收报4086点跌54点 创业版指数收报2544点跌36点 看来港股里面 看到今天恒指走势比较弱 最多跌超过500点 最终收市要跌438点 收报21222点 守得21000点关口 国企指数收报7189点跌197点 科技指数收报4464点跌169点 大股市成交1360亿 跟大家看看焦点板块 今天有多间集团发出了刑景或刑企 首先看看中国中面 看到中面公布业绩快报 去年度盈利约有50亿元人民币左右 按年跌4.8元 扣除非经常性选益 盈利有约49亿元 按年跌4.9元 期内营业总收入大约有544.6亿元 按年跌近两成 今天这只股价售额 低见过218元 最终收市要跌4.1% 收报219.6元 另外看看1610中良家街巷出了一个营起 看到1610公布预期 去年录得生物资产公运价值调整后 日利约有2.5亿元至3.9亿元人民币 而2021年生物资产公运价值调整后的亏损 约为4.6亿元人民币 这只今天的表现比较反复 曾经试过升 最高见过2.49亿元 也低见过2.38亿元 最终收市微跌0.8% 收报2.44亿元 会转型为规 权益持有人应占亏损大约 12.5亿元至14.5亿元人民币 去年同期权益持有人应占日利 应占盈利为27.75亿元 公司表示亏损主要原因 包括新冠疫情对国内市场造成不利影响 俄乌冲突导致全球高通胀 另外产品售价大幅下降 而原材料成本和销量保持相对稳定 导致中期业绩无利率大幅下降 九指出了刑警后 见到今天股价都要受压 全日跌4.5% 收报6.56亿元 今天低见过6.28亿元 收市已将跌幅留为收窄 另外看日清食品出了的业绩 见到日清公布了 截到9月底止首三季 收入有30.8亿元 按年升到7.8% 毛利是9.7亿元 升到8.2% 期内日利是2.64亿元 升到2.6% 日清曾经股价是受压的 曾经低见过6.65亿元 亦试过高见过6.83亿元 最终收市没有升跌 收报是6.8元 最后看了一只商汤 今天这只商汤 逆市继续有彈 见到商汤 高见过是3.03亿元 收市最终期运是3元 收报是3元 升到6.4% 这些视频差不多了 明天回来和大家再见面 见到